受到国际糖价等成本飙升的影响 泰山宣布从3月开始要调涨售价了 宝特瓶装的饮料售价也要跟着调涨 像是热销的冰镇柠檬红茶 还有梅子绿茶香吉士等等 涨幅最高达到两成 那么泰山也坦言 其实他们已经自行吸收成本好多年了 这一次实在是撑不住 而其他饮料大厂也纷纷喊涨 像是黑松沙士FIN等系列 以及越士2公升茶品系列 从3月份开始都要调涨售价 另外Red Bull能量饮料 也将在4月1号开始变贵6元 每到潮商超市随手拿一罐的冰镇柠檬红茶 不少民众从小喝到大 如今又得再多掏几个铜板了 泰山宣布3月起冰镇宝特瓶系列535毫升 从25元涨到29元 冰镇柠檬红茶1250毫升跟2000毫升也变贵 另外湘集市宝特瓶550毫升也要涨到30元 整体最高涨幅来到两成 就已经是常态了 一定有感啊 可是就感觉上是慢慢的 大家就会慢慢的习惯这样 这个没办法 真的只能一直涨价 如果需要的话还是只能买 泰山企业坦言因原物料人力成本起涨 已经吸收成本多年 如今实在撑不住 尤其国际唐价因为供应吃紧 加上极端气候影响 同近2022年底到2023年底 涨幅高达46.06% 柳城之国际价格也有103%的涨幅 另外国内巴勒价格涨幅也超过五成 而宝特瓶系列单箱产品光是物料成本就贵了16.4% 其他饮料大厂也纷纷喊涨 像是黑松沙士FIN等系列 三月起最高涨幅25% 越是两公升茶匹系列三月起涨到59元 REBOL能量饮料4月1号起即将要变贵6元 涨价的时候大概会有两个可能性 第一个是在春季的部分 因应在夏季来临之前的时候 先出一些价格的调整 这时候消费者比较不会这么的敏感 第二个时间点可能会比较接近到 这个所谓的冬季之前 人饮的购买开始去降低的时候 它比较不会有这么大的反弹 物料飞涨连宝特瓶饮料也变得不便宜 以往口袋随手掏钱买 未来恐怕都还要再想想 这里是于林宇台北采访报道